好小市民要賺錢 但是大餐廳喔 現在也是 如果說沒有人的話 餐廳空著也是無折啊 不如呢 拿個折扣架來吸引一下人潮 賺一個算一個了 像是呢有業者推出了 港式點心無折起 最低只要40塊錢就可以吃得到 而相隔不到400公尺的飯店 也拿這個港式點心來PK一下 每日限定點心兩份99塊錢 上面下角蟲粉鳳爪 五星港式點心滿滿一整桌 現在離封時間 五折 把這所謂冷門 然後這離封的時段 來開放給消費者進來用餐 那對於飯店來說 以往這個時間空著 他可能就是沒有進帳 那現在其實進來一個客人 我們就是一份收入 飯店打的如意算盤 就是利用閒置時間空間 反正空著也是空著 10點到11點半 下午的2點45分到5點 中午港點多坐 多一個人消費 多一份收入 SO醬鳳爪 蒸肉排 叉燒包 燒賣 長粉 灌燒包 超燒酥 蘿蔔糕 馬蹄條 原價80到480塊 多時段 五折 點心40塊起 相隔不到 到50元搞定 非常不好現在 各飯店都推出很多優惠的方案 所以我們也推出一個優惠的方案 兩個東西都不到100塊 一家看準閒置空間 一家看準閒置空間時段再利用 一家看準零錢拓商機 都是首度開發冷門時段 就算是大飯店遇到不景氣能賺一點是一點 中央新聞網絡 幾篇參謀珍 還有報導 小量 小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